漢官第39號演習 圓滿成功 桃園煉油場是國家第一級的防護目標 攸關社會營生 經濟的運作 這次特別在漢官39號演習中 納入煉油場的防護演練 就是要設想可能遭遇的攻擊或者是災害 來建立周全的應變的對策 有效的保護國家重要的基礎設施 今天的演習除了針對廠區的災防搶救 也加入了網路的攻防應處 這個部分我要請廠方在平時多加演練 並且加強自然防護的基礎建設 來降低網路攻擊的風險和影響 此外 為了提升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 在今年5月我們完成了22部相關法案的修法工作 針對實體破壞及虛擬侵害等行為 我們都加重行責 我們都加重行責